三国时期 可曹丕硬是没有往心里去 到后来果然司马懿 司马昭 司马炎祖孙三代 把魏谷皇帝耍得团团转 而司马炎最后还自己建立了晋朝 公元249年 年近70岁的司马懿 直接发动了高平民之变 这位老奸巨华的狐狸解决了曹家皇族武将曹爽 并且掌握了整个魏国的大权 司马懿之所以能够铲除曹省及其团队 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朝廷没有忠心于曹家的大将 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源 似乎就在曹丕身上 曹操在临死前留了不少文臣武将给曹丕 尤其这死人若活着一个 也不会让司马懿放肆起来 更不可能让司马家族感谋反 然而讽刺的是曹操留下的四人大将 军被曹丕给整没了 张辽是曹操留下的一位大将 这位魏国无子良将之一 武艺超群而且还能独当一面 堪称统帅行将领 论武艺 张辽曾和太史此打八十回合 甚至还得到了关羽的点赞 此人武艺不在你我之下 谈军事能力 逍遥经一战 张辽领个八百人 直接击溃了孙权的十万大军 论忠心 自从张辽跟随曹操以后 就一直没有挂二星 即使曹操在赤壁之战惨败 张辽还为了曹家兵将的性命 向关羽求情过 就算张辽到了后来只是个老头子 但凭着他的威名 也足以让司马氏父子不敢放肆 然而 魏文帝曹操拼不听劝阻跑去伐武 结果被人家打的惨败 而张辽更是为了救曹操 被武将丁凤一箭射死 曹洪是曹操留下辅佐曹操的宗族武将 曹洪虽然武艺算不上一流 但就其在曹魏的资历来说 必然属于元老级别的大将 曹洪这人非常忠于曹操 并且在晚城战与同关战里 两次救曹操于危难之中 史料记载 曹洪非常富有 曹丕还曾经找他借过钱 可曹洪没有答应 就因为这件事情 曹丕后来差点找借口杀了曹洪 并废掉了曹洪的官职 曹张也是魏国皇族猛将 这位猛如野兽的人是曹操的儿子 也是曹丕的兄弟 本来曹张非常尊敬自己的大哥曹丕 并且愿意以心意意意辅佐曹丕 可曹丕惧怕自己的 黄须小弟太勇猛 按照是说新语记载 他借机下毒害死了曹张 曹张不但武力直爆棚 而且还曾经被震凶母 无论是曹张的武艺 还是他的威名 都可以吓得司马懿不敢有所行动 可曹丕却非不信邪 还是把自己的兄弟给害死了 曹操还留下了夏侯上辅佐曹丕 夏侯上是夏侯家第二代理 比较出色的武将 别看他年岁不大 却具有统帅的才能 有一定的军事能力 当时曹操很喜欢这个年轻人 还把女儿嫁给了夏侯上 本来这位老兄与曹丕还存在亲戚关系 但他这人宠爱自己的小妾 不喜欢妻子曹氏 感到委屈的曹氏偷偷地告证于曹丕 曹丕一气之下 把夏侯上的小妾给处死了 而夏侯上后来也因此郁闷而死 客观地说 曹操留下的这死人各个忠心 且都具备优秀武将的才智 本来可保曹家万无一失 然而 他们最终全部被曹丕给整没了 正是这些忠勇之将的死去 给了司马氏翻身的机会 而给司马家制造机会的人 就是曹丕本人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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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